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是台北市召会尤以和姊妹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 你当竭力将自己呈现神前 德蒙称许 做无愧的工人 正直的分解 真理的话 参训之前 我常在聚会中申言 因为我很会背书 所以每次申言 我都是用天然的方式记忆和背诵 这是我的强项 无往不利 参加训练以后 我仍旧走老路 来应付每周五早上的导言背奖 一个学期过去了 我游刃有余 暗自沾沾自喜 但是到了下学期 终于有一次被府讯公开指证 那天 他毫不客气地说 张开眼睛 看着大家说 不要把我们当空气 这一棒当场打醒了我 噢主啊 原来我完全是在天然的方式里申言 那一周回家后 我照着教师的教导 花大量时间 研读纲要中的奥秘 从经文和药词中找出中心负担 并且享受话中的丰富 被纳灵来充满 经过一周周的操练 我渐渐地从魂转到灵里 从知识转到生命里 过去我是毫不思索的背诵 滔滔不绝 却没有生命 现在我是导读 享受 又默想 凭您说话 而分四生命 这样的操练 让我领悟到 为主说话不是机械式的复述 而是要花时间享受主 使话与灵成为一才能供应基督 感谢赞美族 自从我把导言背奖运用到生言以后 从聚会中大家肯定的眼神来看 我的生言终于有了生言与生言的响应 阿们 何等的喜乐 阿们 状元般训练 帮助我走被真理构成的路 使基督书写在我里面 使我成为他的一封活性 阿们 毕业后 我愿继续操练导言背奖 加强地活 加强地量 用基督的丰富 供应人 生言建造 教会 阿们 阿们